我曾經說過 卯丹花代表富貴、雍庸和農情 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目中 一向都是花中之王 同歐洲人心目中的 百花女王玫瑰花 可以說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用卯丹花來形容公雪花 最貼切不過 因為去到每一處 它都是最鮮豔、最突出的一個 今天我們繼續請到 烹飪媽媽、江國玉女士 我們來做上海雲吞嗎?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是,我是上海雲吞 但是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你是誰 江國玉真的沒有人知道是誰 現在就知道了 從今天開始 每個人都會叫你 玉姐,玉姐,不夠嗎? 這是我第一次串女下海 去煮上海雲吞 幸好你說上海雲吞 這次串女下海雲獻給我們 古長文 這些不接受就不用這樣了 當我很沒面子 這不是上次的頸鏈嗎? 你把胸口放上頭嗎? 不是,新的東西是不可以放上頭的 你自己英文名叫我 我的英文名 怎樣讀?我不懂 A-I-R-A… Buddy,Buddy,Akadi 不是,A-I-R… 英文名 Akadi,對 Akadi Akadi,今天我們做一碗 上海雲吞 Buddy雲吞 Buddy雲吞 小粒雲吞 你是上海人,是地道上海人 地道上海人 好,難怪老闆跟你這麼好談 都是上海人 老闆小時候都覺得我是偶像 是嗎? 因為老闆小時候,他知道我是上海 我看資料,你是淮海路出生 淮海路一試發 淮海路出生 我也走過淮海路 你有沒有走過淮海路 這條街就像黃河大道中間 是,很黃的 淮海是分東路還是甚麼 淮海東路 我記得是淮海東路西路 西路是高級住宅區 你是哪一條? 你是中、德、東還是西? 對,高級住宅區 高級住宅區 那就做一些高級貼雲吞給我們試試 好,你們一定要讚好味 因為我真的煮了幾十年 在家裡的紅蝦 小朋友最喜歡吃這些 對,小朋友最喜歡吃這些 好,跟我們說說今天煮上海雲吞的材料 先說一些材料 有肉 肉,八分之二十是瘦的 最好在家裡就自己用手刀 就不可以用攪拌機攪拌 就會鬆化一點 廣東人煮小糖茶 小糖茶 在上海就上海清脆 OK 有些蛋 蛋就煮了蛋皮 就放在湯裡面 OK 還有就是蔥 蔥和蔥花都放在湯裡面 雲吞沒有蝦的? 廣東雲吞有蝦 上海雲吞大多數都是… 雲笨的 就是雲吞 有蝦那些就不是做雲吞 我吃雲吞最喜歡吃蝦 你喜歡吃蝦 不如給你吃蝦和炒蛋 為什麼會燙雲吞 那是雲吞的 那你不用上海的食物 上海的食物是比較高級的 華蝦四路的不貼雲吞 你哪有可能吃過 真的 姐姐跟我們做上海雲吞 一早因為時間關係 已經煮好了 雲吞餡 我明天在三點就起床去買菜 然後買菜在家裡 到現在下午已經四、五點了 為了這幾個雲吞 煮給這幾個小弟哥吃 是的 如果有時候不開煮菜節目給我吃 簡直是浪費了我 你今天特地做這件 我想像日本的節目 是 跳一下 這要他們先做 一邊先… 不貼雲吞… 不行了,我暈倒了 煮令菜了 令台了 令台了,趕快點 好了,一座二次煮令菜 我現在就包給你們吃了 現在就是教你們包雲吞 一定要拿一張雲吞皮 大家放些藥進去 不要太多油,不要太少 太少就吃不到東西 如果太多就會爆了 一會兒 你喜歡吃菜呢 你就放多點菜 喜歡吃藥就放多點藥 你就自己放了 我怕我告訴你之後 他們忘記了 你等他們一秒鐘 因為他們可能幼稚一點 我認識,我是很幼稚 幼稚已經出來了 對 好了,行了 好了,現在用手 沾點水,四邊 四邊 這樣,然後再摘起它 OK 用手沾點水,摘起它 怎樣? 怎樣摘這麼快? 你們自己想好 我就是剛才說的 不行… 完全不行 這才有難度,是嗎 怎麼做呢? 你做得出來,你看看 我第一次要花遮船 古卓民這麼厲害,看不出來 我問你這麼厲害 這些角色叫什麼? 露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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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斑 春斑 怎樣? 那些菜就出來了 多了一下 放了 然後就一半 一半 然後就一半 這兩隻手托著它 這樣 哦 好,出來它 古卓民 如果你覺得你媽媽是公雪花 這麼風頭 你現在是做燒賣 這個有點像廣東燒賣 如果你媽媽是公雪花 你先搭吧 你先搭吧 你好好搭吧 你搭吧 你讓我先搭吧 我挺… 不是,我挺志豪的 說不定 雖然爸爸… 很大壓力 不是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 因為他們找一個老婆 就會很大壓力 如果他們找一個太太 有媽媽那麼漂亮 有媽媽生地那麼善 又有思想 又有學力 不是那麼容易 除了不可以教鋼琴之外 其他我都可以教 是嗎? 你講給誰聽的 不是,這個… 你講給誰聽的 宇宙最強的老婆 如果你懂得那個鋼琴 你為什麼要嫁給他? 我都不太明白 你真是不明白 你真是不明白 不是,你教完之後還是這樣 差不多 真的不收貨 沒有煎粉 你的上湯也沒用 上湯會待會你喝 那時候唯有用 但是現在這樣 實際上不收貨 為什麼我的土地可以這樣 我第一次爆雲吞,花姐 這是第三隻,兒子 他只是做… 我只是做北家優 對,我只是做北家優 這樣,你只要反過來就可以了 這個一半 這樣,然後… 反過來 反過來,放起它 我先拿幾個好的 水一定要滾一點 煮焦東西 不過… 繼續… 繼續… 這些會令我有點… 有點彈劑 彈劑是有首歌的 那首歌是很好聽的 你長得很好聽 九五年那一屆是公余嗎 那屆是楊公余嗎 對,楊公余 黎淑然和黎絲嘉 那年很多傳聞說 那時候又說TVB的人找過你 TVB真的找過我 做什麼呢 發誓 中間有一個人跟我說 所以我不知道中間是否代表對方 那真是有一個中間人 誰會做 那中間人,我真的惹不起他 他男朋友又是律師 那一會兒他又有一塊律師傳給我 我很害怕 你都說了出來 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但這是事實 他跟我說 怎會是他跟你說的 可能大家有幾面相識的時間 他說你要不要 不要讓香港人覺得你是說謊 其實你是有兒子的 那你不如先去牧線 那我就說我過不了自己生理的 因為別人捧我出來 心理不是生理 是生理的 那個大廈 因為我是滴水滋涌泉三步 所以我是不可以這樣穿 喝水思源的 是,喝水思源的人 但是我現在很後悔 未熟啊,未熟啊 熟啊 那個皮已經爛了 你一定要吃 豬肉 熟了 豬流感 我們今天已經試了 根本常試了幾分鐘就熟 一分鐘就熟了 那就是韜士 對,不可以韜士 最善途是我 我們多壞多無義氣 不是,我們… 朋友嘛 朋友嘛,朋友 熟了… 讓他們全部吃光 你全部吃光 他一個都不可以讓他們吃 我周小姐競選做過這麼多屆 一屆都用過不同的屍宜組合 不過當中 原來合作得最多的組合 竟然是小弟 和神哥哥 一個合作過五屆那麼多 真的可以稱得上 是亞洲小姐競選的 最佳屍宜包团 亞洲小姐通常都是兩個多宗的大叔 近年來都會用到三個屍宜作為組合 不過在1986年的亞洲小姐準決賽 劉翁、劉志榮竟然是一夫當關 一個人做了整個大叔 真是不愧是偶像 佩服… 好, 說到哪個律師的女朋友叫你過檔 結果是沒有 結果沒有, 大家知道沒有 所以我現在很後悔 對, 有沒有跳的, 很後悔 後悔沒有? 我先嘗嘗 對, 嘗嘗嘗味道 好 好, 有沒有茄筋嗎? 有… 你們覺得坦就自己加點醋 覺得要賣油就自己加點賣油 上海人吃是加醋的, 雲吞 加醋, 一定加醋 因為幫助消化, 怕裡面的肉會肥 但是… 家裡的兒子會不會和你一起煮飯? 我們每天都是煮著雲吞 讓牠們吃, 好嗎? 牠們如果是洗澡 牠們正在浴缸那裡 我會煮雲吞 煮碗雲吞, 我嘴嘴敲門 就放在地上, 牠們會來 我是非常二十四歲的媽媽 沒有人知道我在家裡原來是這樣 是不是淡了一點的話 你就自己加點醋 我們當時選完之後千萬幾年 我想多吃兩塊 多吃兩塊, 真是好 你真是很光顧 真的好吃, 真是好嗎? 好嗎? 那時候千萬幾 好過有蝦那些, 是嗎? 有蝦那些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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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舉個例子 因為你當年是47歲, 參選 為什麼你去年齡? 人家都知道了 不, 是假的 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很開心 如果47歲好像這樣 我也會告訴別人, 我47歲 但我不是 如果你二十幾歲去選 你覺得是否會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報道, 沒有那麼多聲音? 如果你27歲去選 但是如果我27歲, 17歲 我就像范冰冰范爺一樣 是, 漂亮, 漂亮 但是沒有那麼多聲音 人家都說漂亮… 也好 漂亮極也有 譬如我們多漂亮的女生 不過不是47歲就沒有了聲音 是的 那你覺得我做得對嗎? 不是, 我只是問你會不會覺得 那你只是覺得高層很聰明 可以找到我, 是嗎? 我也覺得有一點點聰明 好, 高層謝謝你們 我感受不了你們 沒有我的根性 也沒有我的理性 花姐, 如果一生人… 這麼快就說一生人 是嗎? 你是不是正在做遺囑? 你正在做了什麼事? 如果現在說, 看看過去多少年 大家都知道你幾歲了, 選美 看看這幾十年 如果一件最遺憾的事… 最遺憾的事是甚麼詞? 一生人最遺憾的事 最遺憾的事 我生存年代 如果我是生存年代 我一定會超過阮靈藥、蝴蝶 如果我生存年代 我一定要超過范冰冰 因為生存年代 我真是想做美食家 最多都可以做廚師 陸問得 最多都是家庭主婦做廚師 你覺不覺得自己過了自己最高峰? 你會不會覺得 阿姐剛才是最高峰? 現在已經比較… 當然 我真的覺得阿姐沒有碰過我 最高峰的時候 過了去 但當時… 這個時刻 這分鐘最重要 這分鐘 我上了宇宙最強 主持的節目之後 看到現場大家都這麼歡迎我 看到剛才老闆有派人來支持我 所以我知道高峰之後還有高峰 是不會有更高, 只有更高 是沒有更高 對, 沒有更高 只有更高 沒有更高, 只有更高 你吃了六斤雲吞 你怎麼也有幫我講 不會有最多更高 你現在的時間是怎麼分配的? 我見你有學寫字, 有很多書法 有讀書, 有讀工商管理 你怎麼分配這麼多時間? 公商管理就讀了兩年半 對我來說是非常難讀 因為你有讀徐毛、 會計 那些真的不是我的強項 都可以考到士不學不代言 即是不容易 自己都覺得差自己 因為你不是讀藝術來的 藝術來我就很容易讀 所以書法對我來說是沒有難度 因為六歲開始 我日晚大約九點鐘開始寫 不是呀, 我的書法已經在南京拍了三萬多元 就幫慈善 想做書法家 為什麼不可以下一個高峰是書法家 可以, 我只是問你現在怎麼分配 好像有長藥, 你知不知道哪個長藥 長藥在法國讀了威柔畫 他現在的畫要拍千多萬日像 所以如果我今天送給你的拆避母 如果我死了之後 說不定過了幾年, 你去拍賣 沒有千多萬, 也有百多萬 你直接收到它 我當時死了 你直接收到它 為什麼不收到它 你這麼早死的 你年輕過我很多歲 我年輕時你十二歲 好像 真的只有十二歲嗎 好像是 我們同一個生肖嗎 你屬什麼的 你屬什麼 我屬龍 我屬貓頭鷹 剛才那個 快點看, 他多少歲 他吃了六 我說他不說, 我這麼奸 你繼續吃八個問題 我拿下一個資料 對, 我寄個花給你 我先說一些問題 我看你幾歲, 你不說 對, 真的 不要說了 這件事, 你也希望花姐 有一個善終的 活該 熟了嗎 不是 古卓民吃了 古卓民喜歡吃 先浸一會兒吧, 花姐 剛剛放了 這個正確, 已經爛了 已經爛了 真的 原來你已經… 你放點吵 你放點吵 我好喜歡… 是不是真的 不要這樣對我 我不是 因為選美的年齡… 如果要數回那時候 選美95年… 但我是27歲來選的 47歲, 現在數就是65歲 我27歲來選的 我六歲, 做得媽媽, 你媽媽又完 什麼呢? 大媽 好的 大媽, 你爸爸有幾個老婆 我是大婆 當然了, 你一向是自大那個 先攻擊你 花姐, 會不會當時 如果不是選… 是 譬如說選完娜姐 是 如果TVB簽了你 你那是否完全有另一個公說花 我覺得是紅到現在 我寫了一本書 我兩本書會很賣 因為上一本書都五十萬載 這本書我起碼要得到 諾貝爾文學獎 是的 下一本書會寫什麼書? 下一本書是 《上海一枝花》 寫完 寫完 寫完? 即是還未出的? 有二十萬字 說什麼的? 就說你了, 很明顯 我覺得我這個故事 一定會超過 《蝴蝶夫人》 是不是有個歌劇? 《蜂丹不得賴》 還有《二記唯一路》 《二記唯一路》 一定會超過這兩本書 講什麼的呢? 《上海一枝花》 講你幾個生意 講我們解放之後的一代人 是不是完全是事實來的? 傳記式說你的 完全是事實 《上海、淮海、東路出生》 《西路》 《西路》出生 今天跟著選美 是 那跟你的選美人生差不多 沒有 有什麼不同? 那個會講婚姻 會講愛情 你不提我都不記得 說婚姻 《雲吞皮關》 第一段婚姻在哪裡? 在哪裡發生的? 第一個戀情在哪裡出現? 第一次追求你的人是多少歲? 是的 你的初戀? 26歲 這麼小? 26歲 我初戀 我不會覺得女生應該去蘭桂坊 我不會去那些夜場的地方 因為我是藝術人生的 我不去的 是的 隨便那個節目出了街 你那些難我 我都覺得不應該去蘭桂坊 追求你的人是誰? 所以我那個人是 很聰明的一個人 他現在已經是福布斯 平均的中國富豪地樂名 但是當時我失去那時 就很薄 我失去那時 他就賺36元 那時有沒有接受他? 我是沒有接受 因為他很聰明 有沒有接受他? 但是我… 拍了多久拖? 我拍了五年拖 然後… 那為甚麼呢? 後來為甚麼? 大家出了… 他出了國 我又出了國 你又去法國 我又去法國 他又去澳洲 所以無籍而終 現在大家也沒有來往了 那第一段婚姻了? 因為說起婚姻真的是… 不開心 不開心的事 始終是你一個經歷 你又有跟大家分享在書上 嗯… 一生為情所困 就是絕對是我付出的 然後收穫少 那可能… 不是呀 有兩個… 這麼好的… 這麼英俊的兒子 是… 是我青山的 這個不是我青山 那兩個是青山 是啊 但是婚姻不是一個幸福的事 那…所以… 第一段還是第二段 所以你們珍惜自己 我沒有兩段婚姻 那有兩個小朋友 男朋友也有 OK OK 男朋友也有 但是婚姻就… 只有一段 只有一段 就是第一個小朋友 我也沒有穿過婚紗 都很大遺憾 除了拍戲之外 除了拍戲之外 選過人才穿過 選過人才穿過 所以你知道 很漂亮 所以怎知道 會去巴黎找婚紗呢 就是因為來生 自己知道自己的痛苦 不說別人來聽 我覺得是這麼揮煌 我一會兒 我一定要穿婚紗 現在還不可以說 是的 現在不說是沒什麼時間說的 不是 我們有很多時間的 花姐 不是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 每次我看你 你都不是支持我 不是的 我真的想問你 你怎麼可以看完這節目 我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單親家庭的媽媽 很不容易地養大兩個兒子 而且我是24校的媽媽 而且我所有 每一段付出的感情 都是… 全部都是付出 收穫很少 所以我算命都是 第一句就是 一生為情所困 因為是一個多情的人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性格 有點像零代幼 但你們不會相信 覺得你這麼開心 怎麼會像零代幼 但事實上 每一段感情 我都是覺得 想哭 想自殺 卑鄉死了他 但是接著就覺得 為了兩個兒子 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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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很堅強地站在那裡 所以那個痛苦 怎麼可以在每個節目上 說出來… 真的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你這樣吃 其實會想留給公司的人吃 你們不要怪我 他們不敢吃 是, 讓我的乾仔吃完了 是, 乾媽, 來吧 花姐, 其實由… 我們認識你是選完亞姐之後 其實是怎樣維生的 是, 你在這個節目 你問了很多的亞姐 你怎樣維生 每個人都好像特地很模糊 不是… 你不覺得有錯傷感嗎 你不覺得… 結婚了很多 我看到很多我可以結婚 即是你覺得一個女人 沒有老公 那個人就沒辦法維生了 應該是有些… 大家不是那麼熟悉的 不知道的東西 可能你其實… 我原來書法又找到錢 有什麼的 譬如說你那時候 原來選的時候 時裝採購的 很多人都不記得 如果我現在正在做珠寶店 珠寶店都可以維生、維皮 然後我一向來選美 就是依實無憂來選美 不是為了找富二代來選美 或者為了什麼來選美 我真的為了藝術來選美 所以那塊錢 維生的錢 就一定是準備好在那裡 今天我完全是認識另一面 你覺得花姐是另一面 是完全另一面 所以你說出來才會令觀眾認識你多一點 但我真的不想一下子 被觀眾的衝擊這麼大 原來你的人生比苦苦苦更苦苦 又不是… 又不是… 因為我帶這個投身 你覺得很好吃 你今天令到我們三個男人這麼開心 雲吞也很好吃 好吃… 下一次就煮獅子頭、白寶飯、春卷 每一次上節目你們都可以吃 好… 太好了 梅雨為褲 有些東西送給你 主要節目開不開得神仙? 可以嗎? 可以了 真的會 接下來是播映 《聲動亞洲》 請繼續欣賞 字幕君